出了密集全家 天呐 便利店女孩上线了 二号五多呀 开心死 我和小哥哥每一个都给我拿了一个 然后还安排了这两个包子 天呐 长得太可爱了 小狗超可爱 买好了 回家 现在来快递站取快递 现在呢我就到家了 马上把这个拆开吧 这个我真的本了超级无敌的酒 这个是我买的白色的草莓 给你们看一下 纯白的 我觉得还是很有草莓的香味了 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吃了 这是我刚刚洗好的草莓 我们试下这个白色的 我觉得这个白色草莓一点都不甜 我再试一个 草莓的味道就像红色草莓 熟到了八分的样子 所以我不太推荐你们买 我感觉我这一百分钱交了智商税 因为一百块钱 白色草莓就这么几个 我们接下来试一下这个红色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个红色的也太甜了 再来一个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些鸡排 首先我们先来试这个 咸蛋黄口味的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哇 这个还挺好吃的 外面的皮就像炸鸡 然后炸的脆脆的 然后真的会有咸蛋黄的味道 最后一口 最后一口这个桃汁水超级的甜蜜 接下来呢我们来吃奥尔良的大鸡腿 我们来说 味道的甜蜜 10 Italian customers 据我们吃到鸡肉 所以你们不要看着是它很油 吃到它真的不会有油 吃到嘴里面的口感就是不油的 酷酷来试下全家的烤红薯 天啊 这是什么宝藏烤红薯 它超好吃 巨甜 好久都没有招这么甜的烤红薯 烤红薯真的是吃了还想吃的那种 来试下这个包子 这是全家的福袋包子 我是被它的颜值所迷惑的 它是紫薯的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口感还挺好的 外面这种黄色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 萝卜头一块片四个 就是萝卜头的一个味道 最后一口 试一下他们家这个猛薯包 我们看里面是什么劲儿的 这个应该是白莲融现的 还挺好吃的 里面的那个芯特别的甜 这有点片麻辣风味的烤肠 但我觉得这个烤肠一般不是特别好吃 你看看这个 这应该是奥尔良的 这不是奥尔良的 这是那种脆皮肠 然后里面有芝士流心的 这家他们家的肠不好吃 还是吃鸡排这种类型 后来吃一个这个麻辣口味的鸡排 这个鸡排挺不错 特别的嫩 然后还有那种微麻微辣的一个感觉 还挺大的 现在我们先来这个饭团 去买一个这个奥尔良烤肉的 再来一瓶里线同款 我超爱 这个草莓吃片也好像很好吃的鸭子 整个 我最爱的关东煮 小姐这个每一份都来一个 买好了回家 好了现在呢我到家了 赶快开动吧 第一个要吃的就是 我最爱的这个关东煮 我已经盯它超级的地久了 我现在呢吃一个这个长仔餐手店 里面是有牙齿肉的 里面是有牙齿肉的 这个好好吃 2.2 这个虾球 是软软通胞的 这个有点不太入味 这个是豆皮串 超乱满 而且整个豆腐汁很入味 嗯 这个很好吃 这个很好吃 这个是豆腐 它里面是可以爆浆的 再配一口汤 海带结 这个海带结有四个 天呐 大型翻车 之前做到一半 居然停电了 整个小时都停电了 那我的眼睛要被浪杀了 因为我在用手机的手电筒 来给大家做的 我觉得太难了 把这个海带 撤一下到这个里面 都倒进去 这个是炒年糕 超好吃的 它是那种甜辣口味 很Q 看着看着 有新鲜菇手机的主力宝贝偶食 啊 你嘴弄 胖不到你嘴 看着看着它就拧在一块 这一点都不辣 它是那种甜辣很辣 推一口 腱腱腱 鸡肉味的一个菜 这种看着看一般肉比较少 特别的 一口 会一口 我在吃的 都好好吃 很安逸 第一口 从天都回夜 我小时候的午餐就是 炒银吃片 这个外包长得非常好看 很诱人哦 哦 这个味道也太上头了 还能不会老 这个泡水